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储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 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各位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延续这个 第一支影片说过的 这个WAM 480p Image to Video的这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前面都不去跟动它 那我们在讲这个工作流要做什么呢 我们再利用这个480p的这个模型了 然后再根据这个低解析度用512就好 去跑出一张高解析度的影片 像这个就是跑出来的480p 512的解析度 其实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我们可以让它更加的逼真写实 清晰度更高 有没有 是不是更漂亮 这个影片是不是更漂亮 更加的逼真写实 然后细节更丰满 清晰度更高 那这个工作流我们要怎么去补充修正它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工作流我们前面每一个节点参数都已经有介绍过了 那我就不再多讲解 主要就是说这一个呢 这个Long Video的这个Decode解码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拉出来 送到这个Image Size 能看不成 这个它会去帮你算你的 就是输出结果的宽高跟几帧 然后呢 我们再去进行放大 这个是一个放大的节点 那我们用这个Clear Reality这个节点 这个放大模型 这个放大模型呢 在Hogging Face 我会给各位 这个节点呢 就是在Hogging Face这里下载网址 我会给各位 那大家就是下载这个PDH档 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Comp UI目录下的Model下面的 这个Upskill Model 就是放大模型 这里 因为我是用共享目录 所以我这里是空的 那各位呢 就是放在这个目录就对了 那你有共享目录的话 你自己放你的共享目录 那这里呢 每一个节点参数 我说过 我习惯的是用 就是我要去了解每一个节点的参数什么意思 然后再来去使用 那这个Model呢 它有两种 一种是Reskill 一种是Resize 那Reskill这个呢 就是根据放大倍率就对了 这里是1.5倍 那Resize呢 就是赤下面 你直接给它尺寸 那就放大到这个尺寸 那这个放大方法呢 我们都用第一个就好 这个LKITO这个LKINS 这个就是高精度 高精度比较好 这样 那这个 这个超级采样 我们建议给打工 让细节更丰满 那这个 这个Arounding Modules呢 就是 它就是说 我这个输出结果 我这个帧数呢 要8的倍数就对了 一定要8的倍数 那这个呢 就是辅增的节点 那这个辅增的节点呢 它这里有很多的这个模型 那模型呢 它这里就建议这两个 那我们就用这两个就好了 那其他的 你自己要玩 在自己去测试 这样 那它这个呢 就是节省记忆体就对了 就是每时针 每时针就清空的记忆体 那辅增呢 你看你自己要用几倍 我这里是用两倍 两倍是什么呢 来哦 这里是16帧 然后原本的工作流呢 它这个是81帧 也就是说有5秒的这个影片 那两倍都是把5秒变成10秒 这样 然后快速我们开启 这个高精度这个集成我们也开启 那就是深层会慢一点点而已 那这个Ski要放大 放大因此呢 就是我们不拉伸 我们就是直接E就好了 我们不伸缩 这样 那出来的结果就是 就是这么漂亮的 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再跑一次给各位看 然后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这个跑多久 我这个从无到有大概就是 519秒 也就是说呢 不到10分钟 519秒 那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快呢 你说快啊 你Windows电脑如果不会装这个Sega 10的话 那你就不要用 因为我是用这个跑 所以比较快 那你就都用这个SDPA Windows电脑就用SDPA就好了 除非你自己会去装这个Sega 10 那这个老实说不好装啊 等内够多的话 我再详细教一次各位怎么装 其实这个要用到CUDA跟环境设定 所以就很麻烦就对了 这样 那如果你是 你是WSL无方体的话 那也可以跑 这个就装起来就很简单 这样 那这次题外话 我们现在换别一张照片 来跑一次给各位看 好 我们来用这一张跑一次给各位看 我这个解析度是512512 它自己会拉伸 然后要符合这个512的解析度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656384这样 那我们再用这个去缩放 去进行这个高细节度的放到 1.5倍 为什么我用512呢 因为512跑起来尺寸小 跑起来就快 那你要大的话 那当然就跑起来就更久 好 我们等它 等它跑完 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要跑进来进行放大 好 基本上这就是它的效果 可以看到效果很好 那 那 大家在这个工作流 我会给各位 大家在自己去慢慢玩 基本上我就是根据这个工作流 要去修改的 那各位也可以自己自己试着聊聊看 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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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